好 有说这个交通问题真的不能贪图方便 在台北线新庄市的琼林南路 有这样一条小巷子 原本就很窄了 也禁止汽车通行 但事工所垃圾车啊 居然为了贪图方便 节省时间还大啦啦 开到巷子里面逆向行驶 把民众都吓坏了 垃圾车大啦啦的弯进小巷子 上面写着工所清洁车 旁边还挂着宣传标语 再看看旁边路口 明明挂着禁止汽车进入的禁止标志 公务车却违规逆向 让当地的民众都看不下去 不只白天晚上也能看到垃圾车 资源回收车 逆向转进新庄琼林南路这条小巷子 让民众在这里出入提心吊胆 也影响到当地交通 垃圾车逆向从巷子里面开出来 有时候就会造成新庄黄河路 这边的车子弯不进去 就会造成交通大打劫 直地走一趟 垃圾车如果不逆向 乖乖绕到中正路 转福州桥下的黄河路 得花上快要七分钟 上下班时间甚至要二十分钟 如果逆向行驶 短短几百公尺 不到三十秒就能到达黄河路口 也难怪垃圾车要抢快 逆向行驶 工作坦诚管理有疏失 会严格禁止违规 毕竟公务员带头违法 叫民众怎么服气 中间新闻杨神中 赖刑士台北报道